我经常会听到幼年狗 比如像第一次 首次免疫的小狗来打疫苗的时候 医生都会叮嘱一句 哎呀 疫苗总共有多少多少针 再多少针打针 打完以前呢 你就千万不要带出门 因为带出门呢 外界环境中的病原菌呢 会比较多 容易生病 成年的犬猫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还好 成年的犬猫 它自己有一套完善的免疫系统 那么虽然在打疫苗期间呢 它的免疫系统不是忽高忽低的一个表现 不稳定 但是它们的一个免疫基数 还是很高的 它们的免疫起点还是很高的 所以基本上打完疫苗之后 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减少营击 而不是完全不让出门 减少营击包括了什么呢 最后不要去洗澡 不要换粮食 不要换主人 不要换居住的地方 那最后出门溜达 完全是OK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小贴士 成年狗自己有一套完善的免疫系统 虽然在打疫苗期间 免疫系统会是忽高忽低的 但免疫基数还是很高的 所以基本上打完疫苗之后 要做到的是尽量减少营击 而不是完全不让出门 减少营击包括不要去洗澡 不要换粮食 不要换主人 出门溜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